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今天的故事非常励志 那它的标题是 Indian woman learns to read at age 104 fulfilling lifelong dream lifelong这个形容词就是一辈子这么长的 所以他此生的今生的梦想 他把它fulfill fulfill就是把它给实现 fulfill这个词就可以接在dream前面 有没有别的词可以用 realize大概可以 realize real是真的现实的对不对 所以real变动词realize就把它变成真的 所以实现它 但它也可以被理解为了解之类的意思 所以标题就直接讲两个字还不错 学到如何去阅读 learns to read 那不会读书的人 什么叫不会读书的人 就不试字的人 我们有一个词叫做illiterate 所以literate就是试字的 那literacy test就是测试 你是不是文盲 简单的说 literacy test 那illiterate就是文盲 这样不试字 好我们就来很快的走一下内容 时间竟然是4点20分 有点有趣的数字 不管我们不讲这个语语 所以它的名字还蛮长的 Katiyama Katiyama Kuriyama 你不太决定怎么念 had a dream and it only took 104 years to make it come true 好可以 所以梦想实现成真 还有另外一个动词片语 就是你的梦想是你的主词 所以comes true 你知道吗 我特别想特别讲这一个 为什么 所以your dream comes true 你的梦想成真 你知道吗 我曾经看过学生写了一个 很天才的一个 这个动词片语的一个 他以为是这样子work的一个变化 例如说他就写说 we all want to come true our dream 所以他以为这个come true 是实现梦想的动词 我的确也是啦 可是你的主词必须是梦想 你不会come true你的dream 而是你的dream会come true 所以这里跟你说一下 还真有人会写成这样 所以要是我只是个会教英文 但是没有教学经历的老师 我还真的不知道学生竟然会 把这个动词片语有这样子的误解 所以这里跟你分享一下 希望你不是这样的学生 但我也不是有笑你的意思 我只觉得这很可爱 所以come true这个动词 是需要主词来come true的 而不是你去come true一个受词 它不是个极无动词的用法 所以这边 他只花了140年 来make it come true 所以这OK make你的dream come true 这样听懂我意思 他用了一个十一动词 不过我们就不说了 好所以这个 女人她是生在一个 low caste family in the village of 念不出来 所以这个low caste是什么 其实就这里要不要误会 就有一个词叫做CAST 它的意思好多 你在手上你的骨头断掉 打个石膏也可以叫做一个cast 然后渔夫撒网也可以叫做cast 魔法师师魔法也可以叫做cast 一个电影里面的卡斯 也叫做cast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 却不是这个cast 你看这里拼法 low caste family 这个cast是那个 印度的种姓制度 所以它是一个很低阶的 种姓的这个 你再知道种姓制度 我就不用跟你解释了 所以它是很低阶的 种姓制度的一个 它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 那我去找了一下 就英国人似乎对这个字的念法 是这个A要把它念长一点点 所以他们的念法 大概是这个字念作 我是每次发音就cast 他们可能念成cost cost 那如果今天这个种姓制度 就要把它念长一点 cost 好了你听我随便讲讲 要是今天是美国人来念的话 他大概就直接念成cast 总之这个A应该是不会发音的 所以它不会念成cast caste之类的 就是cast 好 所以它生一个比较低的 lowcast family 然后呢 always wanted to learn to read 他总是想要去 学着去读书试字 but with no education available could never learn how 所以他在education没有available的状态下 好OK 那but now 但现在除了他会做每天的 日常的家事之外 那就包括了替家人煮饭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他现在会等着 for the paper boy to deliver the local newspaper so she can devour the news 所以现在除了每天做家事之外 他也会等着送抱筒 paper boy这个词 在发展的国家 真的都已经看不到 因为媒体都已经变成数位化了 好 所以当然可能印度这边还是有 所以除了替家人做 daily chore chore这个字就是家事 我们常把chore这个字 拿来做另外一个字的比较 所以chore就是 就是housework 这样子 那可以复述 那另外一个词叫做errant 翻译是errant 它的意思就是跑一些外 需要出门的东西叫做errant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跑腿 可是跑腿似乎是 你似乎在imply你帮别人做事情 可是不是的 你绝对可以跑自己的腿 你可以替自己去寄东西 去那个便利商店 电到货取物之类的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run自己的errant 所以我们前面一边的 一般的动词是run run errand so I need to run some errands 我需要去买点东西啦 我需要寄个信啦 什么这些的run errands 好 所以可以是复述 所以这两个词呢 常常在做比较 一个是家里的 一个是跑外面的 好 所以他除了在做一些daily chores之外呢 包括替家人煮饭 他还等着paper boy 来deliver local newspaper 以至于他就能够 so that she can devour the news 这devour就是 就是把它吃掉 OK 就把它给消化吞掉 也有狼吞吞厌的感觉 devour 这个 好 然后 他来自 反正什么什么地方 然后生在一个 贫穷之下 所以 I hailed from Korralas Bakarizava community 这些都是一些不好念的词 但这里一个动词片 叫hailed from 就是来自哪里 所以这边有个动词 我写出来了 hailed from 哪里 就是来自哪里 OK 好 然后 那他生于这个贫穷之中 so she was born or I was born in the midst of poverty 所以 poverty 这个字 BD应该要知道 是一个蛮生活中的字 poverty 贫穷 education for women family members was unthinkable at that time 所以 女性成员的 women family member education呢 是unthinkable 想都别想 这样子 甚至男孩嘛 男孩们 男孩嘛 男孩们都会必须要停止读书 so even boys discontinued their studies at nine 9岁就不读书了 discontinued 你看这听起来多像台湾 大概五六十年前早期的社会 所以我们台湾真的 藏族的进步 we've come a long way so you know pat ourselves on the back 我们干得不错 说实在的 天时利利人和 我们也不要解释这部分了 算了 来 so even boys discontinued their studies at nine my parents were landless agricultural laborers 所以他的父母是没有土地的 农业方面的这些 laborer 就是劳工阶级这样子 好 然后 在他的childhood呢 他就煮饭 洗衣服 然后 keep the hut 所以他们住在一个 可能小的 茅草屋里之类的 叫hut 这样 就pizza hut那个hut 替他的十一个siblings 所以siblings这个字认识一下 就是你不一定要讲brothers and sisters 你直接讲siblings 就可以取代 所以他是可以取代 性别的手足 手足这个字 所以你有多少手足 但这中文问起来很奇怪 可是你如果问说 do you have any siblings 这是很没有问题的英文 so I have two brothers and sisters 之类的 所以这就是 没有多少的siblings 这样siblings all right 所以他有11个siblings 所以的时候他就是 煮饭啊这些的 然后16岁就结婚 she married at 16 and had 5 children the family had a small shop where they sold herbal medicine 所以他们有一个小店 在卖着这个 这个字 herbal或者herbal都可以 h要不要发音随便你 所以他们就卖草药 herbal medicine 或者herbal medicine 然后他就持续的 做家事啊什么干嘛 所以 是快乐的 she was happy enough at home but something always bothered her 但总有一件事 一直困扰着她 就是不会读书 不会数字 she wanted to learn to read so she could keep up with the world so keep up with 就是能够跟得上 什么东西的一个步调 她想要能够 跟着世界的步调 right so at least write her own name and address 或者至少能够 写自己的名字 或者写自己的地址 so at least 不是对世界感到好奇 什么这些的 好所以 这一段大概就算了 所以他基本上 可能有时候小时候 还需要年轻一点的 就年轻一辈来 回到家之后来 把道主读给他听 他当然听得懂 只是不会是字就是了 所以后来一个 neighbor注意到 好 所以注意到这个 呃 他这个富人啊 对于他的 grandchildren的教育 是很重视的 OK 所以下面就是说 It just so happens the neighbor 那他叫做 Rihanna John 看不出这国籍是什么 所以他是个 literacy trainer 他就是训练人试制的 所以超棒的 这有一个片语 It just so happens 也就是说 就这么碰巧 然后后面 我们用主事动词 把它接完 OK 所以这个是个 不错的 It just so happens 然后你可以接that 然后接主事动词 接下去 也就是后面这件事情 还真碰巧呢 这样 所以 你正好没钱吃饭 Well It just so happens that I have 100 dollars with me that I don't need 你可以接去吃个饭 买个便当 It just so happens 这样子 大概快 大概北部也买 快买不到便当了 我想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下去 所以他是一个 literacy trainer 所以这个三十四岁的家伙呢 就给他一些书 gave her some books and they begin meeting nightly 所以每天晚上 就碰面 reviewing the material together 一起来复习这个东西 所以 然后所以这边 他说 except for very little vision and hearing problems she was a perfect and sometimes naughty student who made my teaching feel meaningful 所以 except for就是除了什么之外 我们刚刚看了 有in addition to 那是包括里面的 所以它包括做家事 还有在等着paper boy 寄包子来 送包子来 那这里的except for 则是除了那个东西之外 排除它之外 所以除了有 小小的vision上 跟hearing上的problem 所以视觉上 跟听力上的问题之外 所以它其他部分 这是没问题的 所以这些是有问题 但其他没问题 所以这讲的 没有包括在里面 所以she was a perfect and sometimes naughty student 她是个完美的 有时候还蛮淘气的 naughty这个字 皮皮的学生 那她让她的教学 觉得非常的 meaningful cool so she always has her textbook notebooks and pens ready before I reach her home 所以是老师去她家 课本 notebook都已经 都准备好了 笔都准备好了 in addition 又看到除了这个之外 she will keep extra of the delicacies she has cooked at home to give me 所以他给老师吃一点点心 所以delicacies 这个词 是美食的意思 所以他会给老师吃一些 他所cook好的一些 美食 delicacies cool alright 好 我一直想等这个 atmost respect 一直没看到 但我们再看一下这里 she is my mother now 她现在像她妈妈一样 we are sharing a rare kind of camaraderie and relationship 他们共享着一个 这个 camaraderie 还蛮常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自己觉得我的人是从长漫子 蛮常看到她的 所以她就是那种同袍之情 你知道吗 仿佛有人有患难之情 这样子 所以这个字叫做 camaraderie 我常把他拼错就是 真有点抱歉 就里面好多A camarad都是A camaraderie才是 有出现的E这样子 camaraderie 所以就是 患难情感 所以她觉得她跟她有患难情感 我一直等不到那个atmost 真烦 好总之她就读了几个月 in the evenings so she studied for months in the evenings and finally took the korea state primary literacy exam 所以她去了这个 他们住的这个 korea是她的那个城镇 所以好像是个state 对不起 是个州 所以她的一个 primary literacy exam 所以 这就是试制的考试 last month the oldest woman ever to take it 所以她最老的 有记录以来 最老的去考这个试的女人 her scores were sky high 所以很高 你可以加个sky在前面 所以她的分数跟天一样高 89% 89% and 100% in mathematics 所以她的这个literacy exam 考两个东西 一个是在试制上 还可以考个数学 数学100分 超掉的 alright 好 我到底找到了 atmost respect 没有啦 我等半天 呃 我找一下好了 atmost 就在这里了 alright so age is no barrier for knowledge 所以年龄啊 不是一个知识的一个阻碍 障碍 barrier with utmost respect and love ok I wish kutiyama 我名字不好念 and all other new learners the best 所以这是一个 长官讲的啦 长官在推特上推的 所以 因为长官用的用词就是非常的 一板 有板有眼的 所以 这边这个 还是一板一眼 这个有时候 中文的成语是还太赖 所以这边有个词你要知道 atmost respect 你知道吗 这个词我 好长一段时间 人还在国外的时候 是把它误会成另外一个字的 我以为这个 这个一直以来都是 因为你知道most这个字没问题 你前面想到了 atmost atmost 你会听成up 你知道吗 因为up你知道上 所以这个字听起来 好像很对 可是不对 真的是错了 所以这个报纸并没有打错字 我给你最高的尊敬 真的是atmost 是ut这个字首在前面 非常的你可能觉得奇怪 可是这是正确的用词 那有没有upmost 你看我打出来 我也没有被microsoft的word 来画红色线 有没有 他也不认为这是个错词 没错 可是upmost的意思是在 一个真的你能看到的东西 最高的地方 so if something is visible 然后它在最高的 那叫做upmost 可是尊敬这件事情 并不是一个视觉上能看到的 所以这种抽象的最高的敬意 无视觉化的 我们就会用utmost 这个词来说 所以respect 在这个词前面加最高的 用的是utmost 不是upmost 好希望这个对你来说是有点帮助的 有clarify一些事情 因为对我来说 这真的我误了好久 那后来是真的读到了这个字 在报纸里面 我才知道 oh shit 我一直都知道错了 就我那时候还以为报纸印错 所以我也 赶快找了一下字典 发现哦 所以一直以来错的是我 这样超丢脸的 好所以 好所以这个 我们看到了太好了 然后 我们再多讲最后一个就好了 所以 i don't think 他这边 这个 Kuriyama自己说的 i don't think English is alien and a heart not to crack 好所以他这句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翻成了英文 但总之这句英文我相信翻得不错 所以对他来说英文不是个障碍 Alien这个词 除了有 所以你可能理解为外星人 可是外来的东西就叫做Alien 所以他不认为英文是个很外来的 很陌生的东西 他也不认为它是一个 hard not to crack nut就坚果类 那坚果类 你知道像核桃之类的 可能不是很好弄得破 所以有时候如果你说一个东西是一个 hard not to crack 就是这个东西不容易来去克服它 敲破它 所以他不觉得英文是很难克服的东西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Cool Alright 好讲到这里大概我们也蛮长了 那大概最后一个词 在这里 I will try to achieve 100% marks in the equivalency exam for all papers 所以他想要来继续考上去 可能可以考到高中毕业或什么这些 所以他都有等同的那种考试 所以这里有一个词叫做Equivalency 也就是等同的 所以有一个Equivalency exam 这让我想到美国 你如果说今天常搬家 然后不太能够好好的完成学历的话 有一种概念叫GED GED 那这个就是等同高中的毕业证书GED 好我有点想稍微找一下给你看 GED standard for GED OK 所以是一个美国的 它叫Gener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就有个系统 它透过了标准化考试 就是来让你 所以通过它之后 所以你这边就你看 你可以得到一个Credential 就是那Credential就是你的一种 怎么翻呢 Credential 你的公积 封公伟业Credential 所以你的Credential就被Consider认为是 Equivalent to Completion of High School 这边看到 OK 所以等同于完成高中学历 所以GED就是等同高中学历的一个考试 这样 所以我不知道印度有没有 但总之它想表达的 我认为大概程度上是这样的东西 没错 好讲到这里差不多了 我们很快复习一下下 这是不是一个非常 Inspirational的故事呢 你觉得 我觉得还很不错啦 所以当这个Dawn传给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可以做 这实在太值得令人效法了 我自己也是大学30岁左右才读完 所以那我我实际上也认识蛮多的朋友 他们真的也是读书读得不过坎坷的 很多学生都讲 那他们有时候就会觉得说 老师你不懂啦 你英文好还是怎么样 我说哦不是哦 我的学习路程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挣扎 那我因为自己不爱读书啦 然后然后又想要赶快出社会赚钱啦 不想让父母花太多钱在我的教育上啦 然后以及就是读的科系本来读的也真的没兴趣 我一开始读工业工程 后来转成了读行政管理 那反正总之 颠簸蛮多的啊这样 那一直到后来20块30岁的时候才痛定失痛 而且那时候运气非常好 我要我读的大学正好就在我工作地点 走路10分钟就到 所以我就白天工作 然后晚上我就去上夜宵 我就把大学读完了 所以事实上我的历程也是非常的 It's been a bumpy ride ok to say the least a bumpy ride 就颠簸的一个 所以这个像在你在停车场或之类的 你可能看到有个那个路的那个碰碰一下 黄色的那 通常是七层黄色的 那个就叫做 road bump ok so如果说你的一路上都很多bump的话 bumpy ride 这样 so my education has been a bumpy ride but you know 就是 it's something you have to live through I think 我认为我不觉得 我不会贬低大学教育的意义 因为我觉得他至少教会我怎么去好好的 好好的吸收知识吧 吸收咨询 那这个事实上真的是 我没有被逼着的话我会学不到 我自己是 我自己是没有这样的discipline 是做这样的事情 那等到我大学读完我就觉得 ok I conquered something so I think there is still meaning behind you know college education 虽然很多人会觉得说 no that's a bullshit but如果你真的是够聪明 if you are smart enough and you know what you want and you know how to achieve it yeah drop out of college I don't mind right I wouldn't care do your thing 像Bill Gates啊什么之类的 Steve Jobs 他们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然后自己知道怎么去achieve他 那就冲吧 I didn't ok 而我也知道我如果要回来台湾教英文的话 我至少要大学学历 我才教的比较理所当然一点 心安理得一点 so I finished my college education 扯半天哦 不应该讲这些的 but anyway 所以 完成你的梦想 fulfill 或者realize 你的dream 都可以 你如果要用come true 你要把dream放成主词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希望不要 像我以前看到这个学生写错 就不是 you you 不要把它写成 we want to come true our dream 我这边特别打一下 这是个错的 拜托拜托 不要把它讲错了 Alright 好 illiterate 不是字 那literacy 可以 所以literacy rate 就是一个国家的试制度 普及率 这样子 那cast system cast cost 所以 卡斯 cast 前面这个cast 讲的是它的总性制度 ok chore 家事 那后面的errant 则是需要跑的外物 所以前面的动词接着是run run some errands 那你说chore前面也是run chores吗 不是 you do chores so you do chores and you run errands 这把它记起来 devour 把它撤掉 狼吞虎咽的感觉 hail from 从哪里来的 poverty 贫穷 如果你要把它当形容词 你会说 oh so I am poverty 那不对 poverty是名词 那难道说 I am poverty no 这也不是形容词 所以impoverished 是一个形容词 而且是被动的 ok so you live in an impoverished neighborhood 贫穷的一个neighborhood siblings是手足兄弟姐妹 keep up with 这个片语很常见 就跟上一个什么的步调 还记得他刚用在哪里吗 keep up with 这个老妇人想要keep up with the world 她想要不会被世界给脱轨掉 那这个是碰巧怎么样怎么样 it just so happens that 然后解下去 cool delicacy 美食 其实美食有很多字可以说 gourmet这个词也可以 甚至可以被理解为美食家 那t这个字就不发 那料理上的就culinary 或者culinary 料理上的 ok 那甚至还有一个词 呃 我也不会说很少看得到 有时候比较假掰的人 会写出来这个词 gastro gastronomical 也是美食方面的 因为gastro什么的就是胃的 那你知道美食就是胃嘛 所以 塞动好吃的东西到胃里面去 so gastronomical 就是美食上的这样子 可以 cameradery 刚刚说的 这种患难之情 同袍之情 cameradery 然后 这两个 atmost 跟atmost 你要讲到尊重 是后面这一个 atmost respect 不是upmost respect 拜托这边 不要记错了 equivalency 等同于的 所以考一个等同高中小学之类的考试 equivalency test 那 美国有个ged 就是等于高中学历的这一个证明这样子 好了讲到这里可以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是Paul 我们明天见